每个人都有满满的国小国中高中成长回忆 今天柳丁我爸就要首度大公开 我国小国中高中时期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学生呢 现在就赶快看下去吧 GOGO 影片开始前先帮我检查一下 是否已经按下右下角的红色订阅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同时订阅追踪按赞我的每个平台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咯 哈喽我是柳丁我爸 又到了柳丁我爸开箱时间了 今天要开箱的东西比较特别 就是呢 我今天要开箱的是 我的过去 就是我的国小国中跟高中的生活 是的 我很少啊会在就是脸书上面 或者是在社群软体上面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以前过去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过了某一个阶段之后 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以前国中国小 或者是高中的事情 好像都有点想不起来 必须要靠一些东西来 去把自己的记忆叫回来这样子 然后刚好就是这次呢乘回来的时候就在整理房间 然后就发现了一些我以前过去的一些记录 是好的记录 就是呢包括了一些奖状啊 还有一些就是在学校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然后我今天呢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的过去哦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国小呢是念台南学的邪进国小 就是在西区中西区的那个邪进国小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在开餐厅嘛 就是跟我比较熟的都会知道我们家其实是在卖海鲜这样子 我有印象以来我就是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就是都是在学校海产店 两边这样跑还有补习班这样就这三个地方 我就都不会去别的地方 所以通常我下课之后我都会回到店里面去 然后先把功课写完然后呢再帮忙断菜 差不多到了晚上九点多左右的时候呢 我跟我哥哥就会离开店里回到家去睡觉 然后呢隔天早上呢 我们就是在从家里面走路去学校 我好像是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用走的 从金华路二段走到金华路四段 因为我们学校是在金华路四段这样 差不多这个中间的过程差不多就是要走一个多小时 如果说那时候国小每天要七点 好像是七点二十以前一定要进学校 那我就会抓我最晚最晚我六点钟 我一定要从我家出门走路走到学校 大概就是我那时候国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 然后我今天找到了我国小的毕业纪念册给你们看 写进国小毕业纪念册 这是第几届啊 第五十二届 第五十二届 你看那时候字是这样子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念六年四班 我们来看一下六年四班吧 六年四班 有了 我的天啊 我不知道现在毕业纪念册改怎么样 但我们那时候呢是黑白的 有没有 六年四班你有看到我在哪里吗 走看看走看看 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 你看我国小有多帅 对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流行中分头 因为当红的偶像啊像是林志颖啊 他们就是都是流中分头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风潮呢就是以中分头来作为一个流行指标 对啊 你看那时候我们的同班同学每个人好可爱喔 我在这里 你看我那时候还是中分头的样子 现在要我留中分头 我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勇气 但是呢就是 其实那时候对我们来说中分头是一个很时尚很fashion 很biam很趴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 你看我们那时候的流行指标 就是呢你一定要穿那种很宽松的衣服 然后还有格子 就是那个时候格子很流行这样子 然后呢去毕业旅行的时候一定都要戴墨镜这样子 然后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是 因为我们是在台南的学校啊 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北上到台北参加毕业旅行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去木榨动物园 然后好像那时候那个台北车站前面的星光大楼好像是最高的 然后车子那时候经过星光大楼就哇 全台湾最高的大楼就是那一栋耶 当时啊 对啊 国小的回忆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时候国小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写毕业经验册 因为呢那时候我们就是都会流行 就是买那种很多颜色的笔 然后呢就是写毕业纪念册这样 可是因为我现在找不到我的毕业纪念册去哪了 就是遗失了这样 但是我就是有印象 那时候我们毕业纪念册不是都要写什么圆啊 不然就要写百事可乐啊等等之类的 你一定也有过对不对 有的话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还很流行一件事情 就是呢 在班上找一个人来当做你的假女友 那女生就会找一个男生来当做你的假男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但是可能就是要证明自己 已经不是小孩了 就是是一个大人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班上呢 也有一个女同学也是成为我的假女友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哦 但是我不会说是哪一位 你们可以自己去猜是哪一位 在这一页 来 这一页里面其中有一个是我国小时期的假女友 你们觉得是哪一位呢 好OK 就这样 我不会公布答案的 就这样 好 国小的时光 其实我觉得蛮快乐的 因为国小那时候就是在公立国小嘛 然后就会觉得说每一天呢 就是把功课写完 然后呢 就是回到店里去帮忙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国小有一段时间蛮自闭的 好像是在国小一二三年级那个时候 那时候其实会蛮羡慕其他同学 他们假日呢 爸妈都可以带他们出去玩 但是我却要在店里面帮忙 或者是说有些同学他们可以去学才艺啊 像是有些同学他们都会弹钢琴 但那时候我其实小时候非常想学钢琴 但那时候可能就是家里面因为要帮忙 所以没有办法去学钢琴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是下课时间 要是有看到同学在前面那个风景 在那边演奏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羡慕 不过现在长大当然会觉得说 小时候爸妈那时候为了要做生意 然后呢就是可能也没有时间可以让我们去学这才艺 其实后来长大我觉得我都非常非常能够体会跟理解 所以长大之后呢 我如果说行有余力的话 我可能就是会自己去报名一些 我真的有想要学的东西 那也许就是弥补我小时候心里面那小小的一点点小遗憾 这大概就是我国小的生活 但是呢从国小到国中这个阶段 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转捩点 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决定我要去报考 私立中学的美术班 那那时候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就跟我妈讲说 妈我想要去考长荣中学的美术班呢 因为我其实从小我对于画画或是美术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说长荣中学有美术班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很想去考很想去念这样子 可是因为我知道那时候长荣中学非常不好考 长荣中学他考试的门槛其实还蛮高的 那美术班他有他另外考试的门槛 然后那时候我就决定说 不管反正我就是一定要去考 那如果说有考上我就要去念 然后如果没有考上的话 那我就是乖乖的去念 就是原本学区的国中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长荣中学美术班的考试啊 他好像就是有考当然就是有素描嘛 还有水彩 然后还有自力测验 对还有学科测验 考完不久之后公布成绩 天啊我终于考进去美术班了耶 因为那时候对于我来说 就是能够考进长荣中学美术班 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就是心里面觉得哇 终于完成我自己的梦想了 就是终于可以就是以这个美术班学生的身份 然后来就学这样子 到了国中阶段啊 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开学第一天 我就进到了长荣中学 长荣中学就是在东区那边 然后他的学校的制服非常的漂亮 整个学校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很特别的一个环境 因为它是一个教会学校 所以在学校里面一进去就会听到很多的诗歌啊 或者是跟很多教会有关的这些视觉等等的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考进的是长荣中学美术班 所以我们那时候班上 我们那时候学生很多哦 我们班上有六十个人哦 你想想看 在我们那个年代 一个班级里面有六十个人 我是国一十七班的 我永远记得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好像据说是那时候 就是长荣中学国中部有史以来最多班级的 就是十七班 那我刚好就是在国一十七班里面这样子 然后我们班啊 就是真的真的非常多非常多宝贝 因为呢就是后来在我长大的人生历程当中 就是知道他们现在在各行各业 很多都是超级杰出的 有医生啊 设计师啊 还有就是时尚产业非常厉害 都在我们班上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时候进到就是国中部去念美术班 我最大最大的感觉就是 哇 超多会念书的人 你知道吗 在我们那个阶段的美术班啊 其实我后来大概知道说 我们班上其中三十个人是美术很强的 另外三十个人是学科自用能力非常强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班上 其实就是把这样两个非常非常特殊专长的 放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一个美术自幽班 也就是说在班上呢 有一半的人是非常会画画的 有一半的人是非常会念书的 当然呢也是有会念书又会画画的 那我就不是属于那种人了 可是我们班上真的有这种同学哦 他现在在陈达当医师 他真的是我那时候超级偶像 他怎么样考都是第一名 但是他画画也超漂亮 而且是那种真的很有灵魂的画画 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他就是神的存在 这位同学如果你有在看这次影片的话 你一定就知道我在说你 对啊 你是我们的偶像 所以那时候我进到国中 就是常中学美术班 我就发现天啊 大家都是从台南市各地各个学校来的精英这样子 不管是念书的精英也好 或者是很会画画 很会美术的精英也好 对我来说 他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那时候最大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怎么样考试哦 我都考不进前20名 因为就是真的班上 那前面就是会念书的同学 真的太强大了 尤其是观庙帮的同学 我们班有一群来自观庙的同学们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好会念书哦 我就说天哪 怎么观庙的同学都好厉害这样子 对然后呢 那时候我想说好算了 如果说学科我再怎么努力呢 也其实也就是到这个程度 那我就把我的重心就放在美术上面好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自以自告奋勇说 哎我要当我们常中学国一时期班 美术班的学艺鼓掌 然后呢学艺鼓掌就是 你知道当了美术班的学艺鼓掌 你心中就会有个责任 你就觉得说啊 我是美术班的学艺鼓掌 所以我一定要把所有的美术的东西呢 都做到很极致 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较没有手机 所以很多过往的一些那种美术作品 其实那时候都没有办法拍照下来留念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很疯狂 教室后面都会有两大块的布告栏 然后我们都会举办地爆大赛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不行 我是美术班 绝对不能丢脸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会想尽各种的方法 让这个臂爆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甚至是用那种浮雕的方式来做呈现 然后就连续拿了好几次的第一名 因为就是觉得不能够丢美术班的脸这样子 呵呵呵呵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那时候号生星怎么那么强啊 对啊 但是后来呢就会觉得说 哦在那个环境当中 你会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除了学科以外 当然就是还有很多的比赛这样子 今天是不是听得不够过瘾啊 想知道刘丁尤爸拿过哪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奖状 或者是得过哪些奖 留下过哪些痕迹 就要锁定下个礼拜刘丁尤爸的频道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留言 并且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同时订阅追踪按赞我的每个平台 刘丁尤爸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